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外长王毅 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于3月18号至19号在安格雷奇 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当地时间17号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在安格雷奇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联合采访 这次对话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中美高层首次面对面的对话 请问中方对此次会见有怎样的期待 这一次双方在安格雷奇举行 这么高级别的战略对话 确实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 双方这个级别的官员 第一次面对面的进行对话和沟通 我认为双方对这次对话 还是相当重视的 这几天我们都做了很多准备 当然我们并不指望一次对话 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次对话 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或者说幻想 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开端 双方能够开启一个坦诚的 建设性的理性的对话和沟通的过程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这次对话就是成功的 简而言之 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 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 根据美方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 美方计划在本次会见当中提到 类似于台湾 涉疆 涉港等人权问题 并且称只有这次会见 达到了美方期待的结果 才会有继续的对话来展开 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在一些 关键议题上做出亮部 我认为任何国家之间的这种对话沟通 一个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双方应该有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 你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 都涉及到中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 在这些核心利益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这个也是我们将在这会谈当中清楚表明的态度 如果认为单方面 或者找了几个别的国家给中方施下压力 中方就会妥协 就会让步 如果认为我们为了这次会谈所谓有成果 就会答应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要求 我劝人们最好放弃这种幻想 这种态度只会把会谈引向死胡同 如果有人认为中方这是带着诚意 来到阿拉斯加这样一个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的 那我会建议我在北京同事们趁早就取消了这次旅行 何必费这个麻烦跑来呢 所以希望有关的人丢掉这种幻想 由国台办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个部门联合制定的 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 简称农龄22条措施 17号正式对外发布 对于农业22条措施 不少在下台农纷纷转发消息和点赞 他们说措施的出台让台包台企共享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机遇 更有信心在大陆扎根发展 2004年 何伟俊从台湾新北来到大陆从事农业 对市场有一定了解后 在2016年与有着30多年种植水果经验的台商洪岳璋合作 从台湾引进芋女番茄种苗 在厦门吉美后期基地市众 经过四年饰演 2020年8月在厦门吉美 永利益农场正式规模化种植 一亩年产量达到5000多斤 过去在大陆从事农业 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资金的问题 这次会台里面有明显的标注 就等同大陆同胞这边仓同待遇 所以对未来要农资或是说土地的取得 有很明确的指示 这对台农到大陆来生产是有相当大的注意的 而作为台商二代的陈代明 七岁时跟随父亲从台中来到了厦门 目前经营一家农业公司 看到农林22条措施 陈代明很是兴奋 因为其中有多条措施都是自己关注的部分 其中支持台胞台企参与智慧农业领域的研发创新 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 以及加强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等具体措施 和陈代明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致 陈代明表示 农林22条措施为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及乡村振兴提供同等待遇 共享更多的发展机遇 很大的鼓励 因为农业项目跟工业或者是金融业 一产二产的不大一样 它的周期往往比较长 需要很大量的时间成本的投入 会增加他们想要来大陆发展的信心 近年来 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加速 在福建投资兴业的台商 纷纷抓住发展的好机遇 而十四五规划更是为台胞在大陆 住梦 追梦 圆梦 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台商们对此也是满怀期待 记者来到近江安顶体育 车间里一派忙碌 安顶是近江台资企业的领跑者之一 范春美是这家公司的掌舵人 十八年前因协与近江结缘 并在近江开创了一番事业 他也是近江第一位申领居住证的台胞 他认为大陆坚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并让台湾同胞台资企业 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 这给台胞和台企带来了福祉 而且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各方面 在这里也是最齐全的 所以十四五之后 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希望有更多的台商或者是台胞 或者是台青 能够抓住机会赶快进来 大陆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地方 正如范春美所言 大陆是台胞事业发展的好地方 当下两岸融合发展 不断加速 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而十四五规划 更赋予台湾同胞 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追随前辈的步伐 台商台青们跨越海峡前来 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我认为我们台企在当下 因充分发挥自身 在智能制造 信息科技 科技成果转换等方面的优势 与特长 对接大陆双循环新科技的发展 把握两岸经济融合的新机遇 而十四五这个规划 充分地描绘出祖国 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 和巨大的距异 这对我们广大的台湾人 特别是台湾的青年来说 这是个巨大的利好 也是这时代赋予的好机会 像我一样 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 会主动地融入 参与到大陆的新经济 新业态发展中 这是大势所趋 本节目由灰指甲大品牌 亮甲指定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在南美洲 唯一所谓友邦巴拉圭 急需疫苗 该国外长表示 正通过谈判途径 希望从中国大陆获得疫苗 台湾中时新闻网17号报道 台外市部门宣称 基于所谓友好邦义 将协助巴拉圭买疫苗 消息出台湾网友 讽刺民进党当局 尼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台湾市部门发言人 欧江安称 台湾基于所谓 台巴友好邦义 在既有的合作架构下 正通过不同渠道 协助巴拉圭 恰购取得疫苗 这与台湾购买的 英国新冠疫苗 及AZ疫苗 完全不相干 欧江安还声称 巴拉圭政府 正全力恰购 各国各地生产的疫苗 大陆制疫苗 也是考虑选项之一 另外 巴拉圭外长 在接受媒体访谈时 也公开强调 向中国大陆 恰购疫苗 不影响与台湾 维持所谓的外事关系 本月初 民进党当局采购的 首批11.7万 几英国新冠疫苗抵台 这批疫苗即将开打 但因为境外传出 注射后 有血栓死亡等风险 岛内甚至连第一批 医护人员都不愿注射 在此情况下 对于台外事部门声称 还要帮巴拉圭买疫苗 岛内有网友留言表示 自己都没有了 还协助呢 笑死人 以为疫苗跟做口罩一样吗 还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 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自己都拿不到疫苗 还帮助别人呢 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宣布 暂缓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这让好不容易采购到 11.7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 民进党当局颇为尴尬 然而已陷入疫苗困局的 民进党当局 本自顾不暇 却忙起了所谓的疫苗外交 台外事部门17号宣称 基于所谓的友好邦义 将协助巴拉圭买疫苗 此言一出 岛内舆论哗然 认为民进党当局 疫苗采购进毒极为落后 何时可以大规模接种都不确定 怎么还有能力 可以分给他人这么多的疫苗呢 而台湾《中时电子报》披露 巴拉圭盛传 近日将获得200万剂的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当地媒体还称 这200万剂疫苗 是由台湾转让捐赠的 综合种种信息分析 民进党当局是 金元巴拉圭买疫苗 也就是说 巴拉圭人防疫 台湾人买单 估算耗资 约2亿元新台币 《中时电子报》的评论指出 台湾不但自己没有生产疫苗 甚至连向对外采购都不太顺利 却也被迫得用疫苗 来巩固所谓的邦交 跟别人买疫苗来送人 这比打肿脸充胖子还勉强 更何况 疫情居高不下的 不止巴拉圭一个 如果其他人也要求比照办理 台湾有多少本钱 可以语录均粘呢 台湾市部门宣称 正在透过不同管道 协助巴拉圭取得疫苗 更是引发了台湾民众的疑惑 台湾资深媒体人 吕志祥发文称 台湾目前仅取得 11.7万剂新冠疫苗 过程更是隐晦不明 台湾市部门 竟然有不同管道可以运用 那么当初 为何不能配合台卫福部门 发挥整体团队力量呢 民进党当局 如果想搞所谓的疫苗外交 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否则将自暴其断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 和评论的梳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首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抵台已经超过两周 究竟何时开始接种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台湾食药管理部门 17号完成无军试验 18号开始封肩作业 但具体哪天开打 陈时中口风依旧很紧 如果顺利 那明天就会开始 做封肩检验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抵台超过两周 具体的开始接种时间 陈时中依旧没宣布 台食药部门检验过关后 还要三到四天时间 封肩和运送 而对于外界十分关心的 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性问题 陈时中则表示 会在19号开会 召集专家进行评估 那确诊可以用了 那我们大概两天内 会召集专家 近期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在全球各地持续传出 接种后不良反应 甚至死亡的案例 暂停接种该疫苗的国家 和地区持续增加种 至于台湾民众 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意愿 根据台湾TVBS的最新民调 如果开放民众接种 有近五成 百分之四十八的民众愿意施打 百分之三十九不会接种 百分之十四回答不知道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未来若排序到的民众 不想打阿斯利康疫苗 可以选择先不打 等下一波疫苗进来后 还是在优先顺位上 届时再选择施打或继续等 近来台湾缺水问题愈发严重 对于用水大户 是否该开征耗水费 也引起了议论 其实耗水费在岛内 早就已经有相关条例可依 但没实施过 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 也给不出失声表 来一明带质疑 王美花是不敢得罪企业 我们不利是 同样这批人 已经被操水操到泪爆了 不是操到泪爆 本期请教 我们再讲政策的问题 部长 不要再笑 很严重 你再笑 没有 用水大户 这个我们会 南渊民旦很严肃 毕竟台湾目前缺水很严重 不过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 对于耗水费的议题 似乎并不着急 现在是枯水 那我们草案还没出来 再过来是风水 没关系你告诉我 你给本期一个时间点 会开征的话 对 是明年以后的事了 王美花说要到明年 但据台湾媒体报道 对于耗水费 早就有相关条例 作出规定 当初设定 每季开征一次 从1000度开始 分三个阶段 最贵是6000度以上 一度开征到3.3元新台币 不过现在开征门槛 预计要往上拉到5000度 或是1万度才开征 五号水大户是怎么定义的 现在有很多种方式 很多种方式 那也可能我们会对这个产业别 也会做不同的对待 也就是怎么定义用水大户最难 若以月用水9万吨的产业来说 总共占全台湾用水量的29% 其中新型产业是82户 非新型产业则是174户 可能就是首拨开征耗水费的对象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19号将和党秘书长李乾隆 联名宴请党籍民代 这被解读为 是要为竞选连任 提前整军争取支持 据报道 江启臣近任以台立法机构 第三会期开议名义 邀请党团民代 19号中午一同参序 党部与智库一级主管也将出席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目前共有38位民代 目前已有20多人报名参加 国民党近民代李德韦 17号表示 江启臣是请大家吃春酒 也当作台立法机构 新会期的鼓励与打气 江启臣主席已经宣布 他想要竞选连任 当然在各方面来做拉票的 或者拜托的工作也都是理所当然 中国国民党将在今年7月份 进行党主席选举 但目前似乎也已经闻到了硝烟味 据台湾媒体报道 江启臣3月9号曾在苗栗的一场活动 担任神秘嘉宾 却有亲近朱立伦的人士指出 原本神秘嘉宾是朱立伦 后来江启臣加入 传出朱立伦阵营不满 被踩地盘才不出席 对于传言江启臣出面反驳 认为是有心人刻意放话 有心人是要做这些操作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防堵 我们收到的邀请也都是邀请单位给我们 那邀请单位邀了谁 他不见得会跟我们讲 那我受邀了 我时间上允许我就会出席 不管是任何一个场合 尽管江启臣认为跟朱立伦的关系不变 但这还是引发外界的诸多揣测 江启臣主席自从宣布连任以来 连任的意志力很坚强 相信他对于这种基层的活动 也会非常重视 所以敢过去参加并没有很奇怪 苗栗的这场行程 其实是朱立伦前主席 他另外有行程 所以不客前往 朱立伦办公室低调不回应 尽管距离国民党主席选举上有十日 但台上台下已传言不断 民进党积民代王定宇 和民进党发言人严若芳的同居风波 延烧一个多星期后 17号严若芳首度在民进党中常会上露面 不过赵立也应该出席的 民进党中常委王定宇 则是再度请假 从走廊的另一边走出来排队签道 跟旁边的人点头示意 因为同居风波 严若芳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而这也是他事隔一个多星期后的 首度露面 一席开会的民代笑得有点尴尬 而根据转述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他一句话都没讲 也没被提到 而同居风波的男主角 身为民进党中常委的民代王定宇 则是再度请假 两人没碰到面 但在当天早上 王定宇曾在台立法机构喊话 我后来想想对这个袁议员跟他的家人 一定也面对很多的酸言酸语 或者不实的攻击等等 我觉得对他们也很不好意思 有没有跟严若芳稍微讲一下拍子 因为你这阵子好像都没跟严若芳演过 只是同居风波延烧这么多天 有蓝阳民代就质疑 王定宇事件在特定媒体被消失 这个委员他跟某电视台高层很好 所以高层下令希望几家电视台不要报道 这个案子是有已经有民众检举 有检举 三例新闻台的伦委会去说 请他们去检讨说明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 17号表示 此案有民众检举 已正式发函要求新闻媒体说明 目前被检举的部分是三例 已请三例新闻台的伦理委员会检讨 对外说明 会由他们内部先开会 至于什么时候向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报告 则要看他们的进度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毛叫酒暂时播出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近日 泰国首都曼谷郊区的多处集贸市场 新增数百例新冠确诊病例 为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 泰国政府紧急调拨此前采购的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接种 曼谷邦开区多处集贸市场 以及周边社区 建议州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300例 曼谷市长阿萨云17号表示 政府新冠疫情管控中心决定 扩大接种疫苗的范围 紧急调拨6000剂中国科兴疫苗 为疫情严重的邦开市场 及周边社区居民接种 预期以每天接种500至600人的速度进行 希望能迅速控制疫情蔓延 据了解 泰国政府此前采购的首批中国科兴疫苗 目前正在全国13个地区有序接种 首批疫苗主要分配给疫情高风险地区 和旅游业极旦复苏的地区 截至目前 泰国已有5万余人接种科兴新冠疫苗 本月下旬和4月预计还将有两批科兴疫苗运抵泰国 另外在当地时间17号 第三批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运抵匈牙利 这批疫苗比合同提前了43天交付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托当天表示 这批疫苗提前交付 为匈牙利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也赢得了更多的生命与健康 匈牙利目前已批准并采购了5款新冠疫苗 包括中国国药集团疫苗 俄罗斯卫星疫苗等 当地时间17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接下来欧盟可能会对新冠疫苗出口 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 以确保欧盟公民的疫苗接种需求 对此 与阿斯利康签订一亿级疫苗采购合同的英国政府称 双方曾一再表示 不会干涉通过合法途径签订的防疫物资采购合同 他们对冯德莱恩的言论表示不满 在多家疫苗生产商延迟向欧盟交付合同约定的疫苗后 欧盟在今年1月底宣布实施疫苗出口透明机制 该机制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生产疫苗的企业 在向欧盟以外出口疫苗时需得到许可 这一机制也被外界解读为 欧盟是在对疫苗出口实施管控 是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 另外在17号 欧盟委员会还对外公布了备受关注的电子绿色通行证 及媒体称的疫苗护照方案 以确保今年夏天欧洲内部的人员流动 据了解电子绿色通行证提案将于3月25号交由欧盟峰会进行商讨和决定 该提案还将交由欧洲议会审定 以便在今夏前通过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3月17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已召回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 已讨论俄美关系前景 声明说 近年来俄美关系陷入僵局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修正两国关系的方法 如果美方能意识到两国关系恶化带来的风险 俄方有意愿防止其走向不可逆转的地步 俄美关系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两国在网络安全 能源安全 军控 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美国情报部门16号发布报告称 俄罗斯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支持特朗普对拜登竞选团队进行打压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表示 美国指责俄罗斯干涉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是毫无根据 未经证实的 当地时间3月16号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和附近的阿克沃斯市 接连发生三起枪击案 已造成包括6名亚裔女性在内的8人死亡 韩国外交部随后确认 8名受害者中有4人为韩国裔 亚特兰大警方17号表示 将对这起系列枪击案展开仇恨犯罪调查 西雅图和纽约等地方政府则表示 将加强对亚裔社区的警力部署 减少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 2021卢州老教 国教1573封藏大典 在中国酒城卢州举行 我们来看报道 此次活动卢州老教除遵循传统礼制 今年酿酒先辈 封藏国教1573春酿 还举行了卢州老教酒传统酿制工艺代序仪式 生动演绎了企业对酿酒活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据了解 今年是卢州老教连续第14年举行封藏大典 活动自举办以来 已成为白酒行业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入选企业 卢州老教一直致力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年一度的封藏大典 正是对优秀文化的创新表达 众多消费者也通过线上直播 近距离认识了解了卢州老教酿酒 448年活教池 697年活记忆所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儿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小丽 和声音乐 veterin斯文 dean father 点形模型 和声音乐 int eve谈谩 就结束了快证 觉得